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越南末代皇帝宝大帝 现今越南形成的局面与宝大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想要了解越南就不能不谈宝大帝 故事要回到1919年5月 中国正在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 在北京发起了五四运动 远在4000公里以外 越南中部的顺化 6岁的皇子宝大被父亲启定帝叫到了身边 启定帝告诉宝大 他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棋书 要想摆脱法国殖民者 逼从这部棋书里汲取智慧 宝大诚惶诚恐的接过这部棋书 只见封面上写了四个大字 一旁早有精通汉文的大臣过来翻译 此乃汉文经典 书名叫《三国演义》 儿童宝大紧紧握住这部棋书 他一生的得失荣枯即将由此展开 宝大帝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 阮氏王朝从1802年建国到1945年结束 共经历了143年的时间 但是阮氏王朝生不逢时 在建国的一半时间里都是法国的殖民地 宝大从小就被灌输了阮氏王朝是傀儡政权的概念 事实上皇帝的利费也完全是由法国人说了算 我们看到的这段镜头是越南拍的古装大电影 这部电影反映的是真实事件 1901年是宝大帝的伯父成泰帝当政的时候 法国人强硬地否决了成泰帝的改革方案 说白了 殖民者并不希望越南走上独立之路 成泰帝心里苦闷无比 唯有抱着心爱的大象默默地哭泣 成泰帝和他的儿子维新帝都不听话 法国人就废掉了这两位皇帝 另立成泰帝的堂帝启定帝为皇帝 也就是宝大的父亲 法国人为了培养一个亲法的殖民政府 在宝大九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法国 在巴黎接受法师教育 三年后 宝大的父亲启定帝因为结合并驾崩 但是法国人又让宝大在法国读了七年书 才送他回国继承王位 时间来到1932年9月10日 19岁亲政的宝大帝意气风发 他怀有远大抱负 希望能够成为越南的明治天皇 带领越南走向独立 阻碍他实现这一目标的 当然是法国殖民者 熟读三国演义的宝大 知道自己最大的武器就是拥有法统 他需要做的 其实是激发民众的忠君爱国之心 这些画面拍摄的是越南投顿港宝大帝的行宫 行宫建于1933年 宝大帝很喜欢住在这里 曾经在这里做出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他废除了很多繁琐旧席 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官员进入内阁 其中呼声最高 能力最显著的 是年仅32岁的吏部尚书吴廷衍 但是宝大帝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一战结束后 在世界各地都揭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思潮 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时代的任务不但是反帝 反帝国主义 也反封建 反对封建王朝 像吏部尚书吴廷衍 这些新一代的年轻官员 他们的本质是民族主义者 既反帝也反封建 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上宝大帝 之所以进入宝大帝的内阁 只是因为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力量太小 实际未到 宝大帝突然发现 自己并没有多少实权 没有法国殖民部长的同意 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但是他想依靠的朝廷官员 又大多与他貌合神离 根本不听他的指挥 这一时期 宝大帝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迎娶了南方皇后 南方皇后与宝大在法国相识 她并不是贵族出身 是一位富商的女儿 但是宝大帝对她一见倾心 不过满朝文武的反对 毅然同她结了婚 并在大婚后立即册封为皇后 可见宝大帝用情至深 时间来到1940年6月22日 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国 被纳粹德国打败 希特勒为了侮辱法国 特意选择在贡比涅附近的 一节火车车厢里 签署了停战协议 并成立了附庸于德国的维西政府 因为德国处于欧洲的漩涡政中 根本无力处理东南半岛的事物 所以越南仍有法国殖民者管理 此时 宝大帝犯了人生中第一个严重错误 他举旗不定瞻前顾后 生怕轴心国会替维西政府撑腰 因此错失了利用法国战败 争取越南独立的大好时机 时间来到1945年3月11日 日本大使恒山郑姓匆匆赶到顺化 在太和殿觐见宝大帝 恒山郑姓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鼓动宝大帝 宝大帝犯了人生中第二个严重的错误 熟读三国演义的宝大 立刻效仿三国中 孙刘联盟以抗曹操的故事 在当天下午就紧急发布了独立宣言 宣布越南脱离法国保护 成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宝大帝以个人的好物 赌上了国家的命运 因为仇恨法国而投入了日本的怀抱 没有想到 他刚刚加入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农圈 仅五个月的时间 日本就战败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亲日的越南帝国立刻变得岌岌可危 日本投降的四天后 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河内夺取了政权 很快 越盟就接管了越南的地方政权 无可奈何的宝大帝只能宣布退位 越盟只是给予宝大第一公民的一个虚嫌 宝大发现 在越盟的控制下危机四伏 于是借口去中国开会 从此长期滞留在了香港 政治失忆的宝大也逐渐放飞了自我 不但整日混聚于声色场所 也与香港武女黄小兰发生了恋情 此时的宝大再也不是19岁继承地位的 那个雄心勃勃的宝大帝了 时间再到1945年6月15日 不甘心失去东南亚的法国总统戴高乐 任命菲利普勒克莱尔中将为远东军总司令 率领法军开赴越南 到这一年年底 法国既与越盟开始了争夺越南的法越战争 战争打得旷日持久 而法国人在越南打仗有师出无名 于是再次想到接受过法国教育的宝大 希望他出山组建新的越南政府 在法国人的游说下 宝大再次返回越南西贡 出任越南国国家元首 越南也正式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宝大环顾四周 认为只有自己的老臣 曾担任吏部尚书的吴廷衍 有能力 有威望出任总理 这是宝大范的人生中第三个严重的错误 他再一次看错了人 到晚年时 宝大常把吴廷衍比喻成曹操 把自己比作汉县帝 汉县帝曾对曹操说过 君若能相辅 则后 布尔姓垂恩相识 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辅佐我 那么我就后待你 如果不能 干脆你就废了我吧 吴廷衍一心想当越南的总统 他怎么会尽心辅佐宝大呢 1955年 吴廷衍发动公投 以投票的方式成功罢出了宝大 据说 有98%的人投票 支持废除宝大的皇位 这个结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 是吴廷衍操纵了投票 宝大一手提拔的人 最终彻底把他赶下了历史的舞台 1955年 宝大被迫流亡法国巴黎 并在此终老一生 南方皇后于1963年去世 后来宝大又娶了第二任妻子 法国人莫尼克不多 越南人称其为太方皇后 到晚年时 宝大对政治再无兴趣 1988年 宝大在巴黎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成为唯一一位皈依天主教的亚洲皇帝 1997年7月30日 宝大在法国巴黎去世 死后埋葬在帕西公墓 学于私 死于私 宝大的一生都与法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宝大最终也没有成为越南的明治天皇 在国家独立 人民平等的时代思潮下 宝大却逆势而行 贪恋皇权 他既没有促成资产积极革命 又没有能力强国富民实现民族独立 当越南人民觉醒的那一天起 当然也就再不需要皇帝了 晚年的宝大写了一本回忆录 书名叫《安南之龙》 字里行间仍把自己当作越南之龙 这个在所有重大选择上都失败了的宝大帝 仍然处在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迷梦中 看来熟读三国的宝大最终还是没能参透三国的真正含义 滚滚长江东逝顺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西洋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